这一节我们要来关心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的欧洲行现在到了哪里呢 我们来看到5月7号这一天 访问的是塞尔维亚 习主席在塞尔维亚的政治报上面 还特别发表了他的庶民文章 他这一次特别再次的重提了 当年25年前 在中国大陆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 遭到北约的轰炸事件 当时这一起事件酿成了非常大的一个悲剧 因此习近平他这次也特别强调了 北京和塞尔维亚的友谊是同胞写助成 好 画面上看到 好 我们带你来快速回顾一下 当时事件的发生 是落在1999年 当时的科索沃战争期间 北约曾经轰炸的就是塞尔维亚 但是那时候炸弹却是 在中国的大使馆爆炸的 导致三位的记者因此身亡 这一件事件也是中共在 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 第一次和美国产生了 如此严重的外交冲突 一直到近期我们看到中赛关系 越来越紧密 这一节我们除了关心中赛 外交关系引发其他美欧国家 狂酸一顿 甚至还有唾弃 我们还要来关心的是 塞尔维亚对中国大陆重要性为核 能否成为接下来大陆 开启欧洲市场的一个重要桥头堡 我们先来关心有社论分析说 习主席这一次重提了 刚刚特别提到的中国大使馆 这个遭炸事件 是打算难道透过25年前写案 来离间塞尔维亚跟北约国家之间的关系吗 针对这样的评论 周老师怎么看 习近平总书记在他的这个投书里头 特别提到了这一次 这个当年1999年轰架大使馆的事件 当然其实就要凸显出来说 其实这个中国大陆跟塞尔维亚 都是当年北约的这个军事干预的一个受害者 其实这种受害者的共情效应 我想是一个习近平跟这个武器器两个人 他这个伙伴关系 就是两国伙伴关系能够越走越近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理的基础 当年轰炸这个南斯拉夫 这个贝尔格勒的这个大使馆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事件的背景是 当年西方就是北约介入了 科索沃的独立运动 那当时因为是南斯拉夫 不希望这个科索沃独立 然后这个北约就介入来保护这个科索沃 所以这最后变成是达成一个共识 就是说那科索沃是一个自治省 但是他不会独立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 当时的一个默契 在即使科索沃它是北约保护 它是联合国的保护地 但是最后科索沃还是在2008年宣布独立了 这件事情其实对塞尔维亚的 这个冲击是非常大的 所以塞尔维亚至今都没有承认 科索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但是世界上已经有98个国家 承认了科索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所以这个从科索沃的这个事件 当然就开展出来中国大陆跟塞尔维亚 今天的塞尔维亚更紧密的一个关系 从12年前武器齐当选总统以后 双方的关系不断地提升 那到2016年习近平访问塞尔维亚 那个是等于是中国大陆的领导人 在30年来第一次访问塞尔维亚 所以双方的关系快速地提升 又在包括像在这个疫情期间 双方也有很多的这个合作 那整体来看我们看到 就是说为什么说这个塞尔维亚 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盟友呢 因为其实我们刚才讲到 就是说其实塞尔维亚过去 因为他这个北约的介入 所以他这个在科索沃这个问题上 其实跟北约跟整个西方是很紧张的 但是从2006年开始塞尔维亚 也参与了北约的一个伙伴计划 一开始叫做和平伙伴 后来就变成发展成为 所谓的个别的伙伴计划 那这种个别的伙伴计划 其实它的目标就是 未来能够成为北约的一个成员国 那包括塞尔维亚也在申请加入欧盟 所以整体来说塞尔维亚 是不愿意跟北约为敌的 或者不愿意跟整个欧盟为敌 它的角色是非常的特别 因此有的评论就会认为说 其实塞尔维亚这一次 接待习近平的访问 吴七七跟习近平的会面 其实要彰显的是 中国大陆才是塞尔维亚 最重要的一个伙伴 不是俄罗斯 所以因为跟中国大陆的合作 使得塞尔维亚不会在俄罗斯的问题上 跟欧洲全面为敌 我觉得它其实传递是另外一个 更深层更复杂的一个政治讯号 好 中国大陆跟塞尔维亚 在政治上的关系越来越好 刚刚老师特别帮我们提到 塞尔维亚接下来会想要加入的是 这个欧盟体系 但是也因为这样 所以现在有非常多的声音 是提出质疑 尤其是欧洲国家 我们现在要来看 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 他到塞尔维亚访问的时候 他在这个媒体 刚刚特别提到了 在塞国媒体强调两国关系 铁杆友谊之外 也从双方的发展 我们来看到最近真的是越来越热络 第一个是1999年当时发生的悲剧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整个城市 在塞尔维亚内部的城市建设 都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影子 来念几点 第一个 在他的首都贝尔格勒 安装了华为整套安全城市的 摄影的监控系统 另外 在当地塞尔维亚 5000公里以下的这些下水道 我们都可以看到 有展开跟中资上面的合作 好 我们刚刚说了 塞尔维亚想要加入欧盟 不满的就是这个德国之声 现在提出质疑 他说随着塞尔维亚申请入欧盟 欧盟和美国提出质疑说 中赛铁杆友谊会成为 中国大陆因此渗透欧盟的 特洛伊木马 针对这样的事情 盈佑老师您怎么看 中国大陆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中国大陆积极拉拢塞尔维亚 能够进一步拉拢其他中东欧国家吗 我们先说今天中国会不会变成 这一个渗透的特洛伊木马 可是其实今天有非常多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 跟中国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 那今天的一个 他会认为说渗透 是因为他使用他的安防系统 导致说他后门 背后有一个后门导致他进入吗 我个人认为 其实这一块是有点存疑的 因为其实现在的一些 我们说欧洲其他的国家 不管是德国 法国或其他国家 他们或许他自己都有一个 自己的一个内部安防的管制的一个策略 所以其实你说这个会不会成为一个破口 或许言之过重 反而中国他会希望的是 利用跟这一次塞尔维亚的一个互动 变成他今天他的一个货物 有销到欧洲 利用这个机会 这个credit 再去做其他非洲也好 或其他中东也好 或其他国家的生意 这个可能是中国整体的一个方向 另外我们可以去看到的就是中国跟塞尔维亚的关系 其实是非常的一个密切的 不管是这个贸易上面来看 我们刚才有讲到这个1999年 当时科索沃战争的这一个北约轰炸事件 可是这个轰炸事件是怎么来的呢 当时就是因为那时候的一个美国一架F117 F117被打下来了 然后那时候打下来之后 传闻中是因为中国要去拿他的一个资料 把这些资料放在大使馆 导致美国去对他轰炸 OK 好 当时这个状况是这样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整体来看为什么今天习近平会提到这一个 因为打下F117 之前塞尔维亚跟中国买了什么 红旗系统 红旗飞弹 红旗防空系统 就是刚好是对空的一些飞弹 所以其实他今天会提到这一些 是不是去为他未来在中国跟这个塞尔维亚 或者是跟其他中东欧国家的一个军火的交易 去做一个铺路 其实我会认为这个是值得观察的 因为其实就一个中国来讲 当时他是用的是运20 亲自运了这些红旗系统的一个外销板 亲自运到塞尔维亚 当时这件事情 其实不管是凸显了中国的一个对外投射能力 也代表了红旗系统 其实他在沟洲国家这边 是受到相当的一定的肯定 或是其实未来的军火 会不会有其他国家也跟着去购买 我觉得这是值得观察的方向 好 除了中赛之间 可能未来老师刚刚讲 可能有军火上面的交易 经济面是已经早就已经开始做了 我们来看到他这次 其主席访问塞尔维亚 锁定的就是连结在 塞尔维亚跟匈牙利之间的凶塞铁路 那中国大陆一边呢 帮凶塞铁路升级成高铁 另一方面则是让凶塞铁路连结 中欧班列 好 升级高铁的部分呢 凶塞铁路是继印尼亚万高铁之后 在第二条了中国大陆对外输出的高铁 那在塞尔维亚的路段 其实在2022年就已经完工了 以要成为首个拥有高铁的中东欧国家 两年间其实运载量也相当高 达到了683万人次 那我们来看到的是 中国国铁集团怎么形容 他把这一项工程视为是 中国跟中东欧国家 他说是这个算合作型的一个旗舰项目 所以我们就要看说 这样子的一个旗舰项目 能够让中国大陆成功打进其他的欧洲国家吗 我们也从亚万高铁 还有凶塞铁路的案例 是不是可以来解释说 中国大陆现在对外输出高铁的经验 已经算是比较成熟了吗 张静老师怎么解读 我觉得两次成功的经验固然可喜 但是它不足以类化成一个通责 否则我们鲁莽的把它归纳成 这是未来前途形势一变大好 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过早的论断 因为个别国家的投资 客观的投资环境 其实它相当的不一样 会有很多的不同的落差 而且各个的投资案 也有它本身独特的条件 所以未来哪些案能够成功 它有很多的因素 像当初去投资亚万 那是因为其他的国家的投资 相对的竞争的条件 是没有办法比中国大陆的技术更好 那同样的也有附带的这个投资案 这里头有很多附带的采购 所以说没有一个单独的案子 是纯粹就是高铁技术而言 那同样的今天凶赛这个铁路之中 附带了帮塞尔维亚那一段的铁路 先做升级 这里头也是 整个投资案之中的 有很多不同的条款跟手法 所以说我觉得每一个 生命各有其独特的例子 你不能说两次做成了 就表示后面都是坦途 我觉得这个中国大陆 基本上的对于对外的投资 跟经营以及包揽工程 向来都是步步为一 没有说前面做得好 后面就很轻忽 这是很实在话 他们接海外的投资 跟工程项目很多 但每个案子做得起来的态度 都是非常谨慎 绝对不会说被以往的 这个成功的纪录就冲昏了头 好 另外我们除了关心铁路 也看到中国大陆在一带一路 欧洲国家的布局 意大利大家记得吗 先前说要退出嘛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就是加速 让中欧铁路可以连结在 凶赛铁路上面 请教引诱老师您如何看 塞尔维亚能不能成为 中国大陆打开欧洲市场 接下来一个重要的桥头堡 这边的话其实我们还是要去分开来看 它是一个重工业的一种军工产业 还是在一个消费性的一个产品 我个人会认为的话 如果是一些传统的一些消费性产品 比如说像是一些消费性的 相对来说比较低阶的一些电子产品 或是一些比较耗材类的 这个是有可能的 可是如果你说的是 这些重型的一些军工的话 刚才我们提到一确没有错 中国跟塞尔维亚的军工产业 在这边交流的非常绵密 非常的密切 可是如果就其他的欧洲国家的话 如果他还是要走北约的系统的话 那他还会选择用中国的吗 这里的话就会变成 他不是只是去看一个武器 而是看后面整体的一个系统 后面的界阶 至少我们现在看到 像是波兰或其他这一些 可能直接有受到一些 俄罗斯军事威胁的国家 他开始在这边 还是要走的是美国为主的这个系统 那另外来看的话就是塞尔维亚 能不能取代意大利 其实这边又会回归到意大利本身 它的一个地理位置 或是它在一个我们讲 时尚界的这一些名牌 还是什么这一些 这里的话意大利是有它的一个地位 塞尔维亚能不能去完全取代 我个人认为这一点 是有一点难度的 那至于说它能不能是 打开欧洲新的桥头堡 我个人还是会觉得 这边我是比较保守认为 机会不大 但是它可以去透过 今天中国可以去透过 进入欧洲市场这一个名词 这一个商标这样的一个广告 来去作为它打入其他市场的 一个招牌跟广告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今天 中国积极跟塞尔维亚互动 最大的附带效果 我一分钟可不可以请张静老师 我们要补充 我觉得这两者是完全不能比 一个是欧盟的成员 一个是等待要加入欧盟的成员 你打开的意大利的那个窗口 跟打开这个塞尔维亚 两者这个天差地别 所以我是觉得 假如今天塞尔维亚是欧盟成员 那你还可以去比 现在两个这差距这么大 我觉得这两者完全不能比 是 好 谢谢张静老师补充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